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要做的事 低速做 还有一个呢 叫查封这个房地产公司的一个会所 到了法院以后 法官 承办的法官就说 查封可以 但是你银行必须提供担保 银行说没问题啊 于是拿了一处房产提供过去做担保 但是法官看了以后就说 哎呀 这个不行 因为你起诉的标的是一个亿 而你提供的担保物啊 是1.5个亿 这这个这个超过了标的 损害了你自己的利益 那银行说 那我没有比较低的资产做抵押啊 我愿意以高资产做抵押 应该是对对对方更有利益吧 法官说那不行不行 因为我们法院 法官必须主持公证 公证不仅对对方 双方当事人一视同仁 所以你不能审害你的利益 那这个事就这么就拖下来了 一个月以来啊 这个银行的主任啊 往返法院是几十次 但是都没有结果 哎呀 领导很怪罪他 这个主任也很着急 这一天呢 他又去了啊 见到了这个法官说 能不能尽快的这个插封 法官说呢 你这个标的物变更没有 因为不能够提供啊 超过你标的的标的物 这个银行的主任就说 那我没有办法提供刚刚复合 比如说一个亿 我就提供一个亿的财产 他总会有多 会有少嘛 法官说那不行啊 这个这个我不能做 这违法了 这个银行主任就很生气 于是呢 就走到了庭长的办公室 庭长啊 正在研究案件 他进去以后 庭长很热情的接待他 他就说了 我要求 我申请对这个法官呢 进行回避 庭长感到很意外 就说为什么呢 他就说 我怀疑啊 这个法官跟对方当事人存在不正当的关系 庭长就很警惕 就说 那你要说证据啊 你不能随口瞎说 这个主任就说了 如果你高院不怕丑的话 不怕羞耻的话 明天上午 我就把这个法官跟对方当事人吃饭的照片 就贴到你的法院的大门口 说完他走了 这个庭长就有点犯底衣骨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呢 于是就把这个法官叫到的办公室 就把这个事说了 法官呢 脸呢 一屎 一阵红 一阵白 就很紧张 庭长就跟他说 最近呢 正准备组织部 准备提拔你为副庭长 所以这个事呢 你要正确对待 如果说没有这个事 无所谓 如果有 你不仅不能当上庭长 甚至你还可以丢 还可能丢掉饭碗 这个法官一一语不发回到办公室 第二天呢 上午八点半 这个银行的主任到了办公室 在上楼的过程中 就听见他办公室的铃声不断 就不断了 他说 谁这么早找我 一看呢 是这个法官 并且已经打十几次的电话 什么是这么急啊 于是他就跟他回那个电话 那个法官就说 兄弟啊 你今天不是要去查封吗 我已经等在你的银行的办公楼底下 我们一起去啊 这个主任感到很意外啊 就说 你不是说我这个这个 担保物超标了吗 但是我现在没有 没有其他的可以更换呢 兄弟啊 不要说这个话了 我们现在不谈测 马上去查封 好不好 我就在你的楼下 这个银行的主任 他们将心将疑来到底下果然法官 坐在车里 于是他们去了 去了很快 就在房地产管理局 土地局查封完毕 完了以后呢 这个法官说 兄弟啊 中午我请你吃饭 这个银行主任也感到意外 因为从来是没有说 法院的法官请 当事人吃饭的 只有当事人请法官吃饭 推迟一大 推不过去 于是两人呢 就吃饭 酒过三巡 这个法官就说 趁着酒进就说 兄弟啊 你跟老哥说个实话 你到底 是不是手上有 我跟对方人 对方当事人吃饭的照片 好 故事到此 谢谢您的收看